一場煙雨 聽到這個歌曲呢 它的歌名叫《煙雨咸陽》 我17歲的時候 因為這首歌的歌唱比賽 在自選舉當中 讓電視台還有心他們 他們所注意到 就跟我順利的簽下合約 可能是心中無所求的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唱歌是很快樂的 從內心激發出來的一種享受 到如今時間過得這麼快 沒想到為各位服務了這麼多年 一直都是以聲相許 聲音的聲 所以我要感謝所有的知音朋友 你們多年來豐富了我的人生 聽到你們熱烈的掌聲回應 我就覺得非常的幸福跟快樂的 謝謝 那我就欣賞這首 對我來講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 這個敲門磚 這首歌叫做《煙雨咸陽》 謝謝 謝謝 好 好想爱情 一曲向何方 你我斜阳 你来时从吗 好想爱情 一曲是有从吗 这场演示一样 就好想念雨写呀 为你短暂 渺渺茫茫 你这时候 带着多少寂寥 你这时候 烟雨斜阳 蛮有感触的 每个人都有17岁 回想起来当时是很懵懂的 一心只想唱歌 到现在对于唱歌的热情 始终没有削减过 至今为止我还是一样 可以说当我看到我的行程满满的时候 我就觉得生活里很有个重心 就知道有很多地方的人 他们会在等待着我 把一些共同的故事 共同的音乐的回忆等等 大家台上台下会互相呼应 我常看到有些年长的朋友 听到我唱一些有点年份的歌 他们那年代的 他们有着闭的眼睛 并不是欣赏台上的废金 他的嘴巴动的那个歌词 跟我的是一模一样 可见得音乐也是一种时光的呼唤 唤起很多很多的回忆